HELLO, 歡迎各位來到今天的漫迷早晨 我又說不到日子, 大家也知道這集是錄影的 錄影自然會有嘉賓, 我們今天的嘉賓是Ken Ken你好, Hello, 大家好 今集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為什麼呢? Ken, 就是年青的萬聯球迷, 他想跟我們說說關於一些清訓 我們今天應該會分開兩節, 第一節會說說我們現在的清訓, 自家清訓的點綠 第二節會說說我們之前的清訓, 究竟現在的發展是怎樣 第二節叫做清訓在那兒 首先不如問問Ken, 為什麼你會想說這個題目呢? 因為其實我自己會看萬聯的清訓比賽 有時如果比較有空, 就會看完全球賽 看看我們萬聯的清訓, 一直都能出現不少球員 大家都不想像巴塞一樣清訓斷籃, 我相信 現在也有點危機, 不過說真的 我或者這樣說一點, 以前的清訓多數都是當地球員 七、八歲開始踢, 一個級別一個級別提升上去 現在也有這條路, 正如我們前幾天看了U16的比賽 也有不少從七、八歲開始踢上去 但是現在就多了一個辦法 就是很多時候, 小將在15、6歲的時候 萬聯的球探就會遍佈去世界各地 找一些有潛質或者打得好的小將 由15、6歲才開始加盟我們的Academy 所以現在就多了一個門路 亦都是這樣, 我們萬聯的小將 很多時候都來自世界各地 頭兩年, 通常未夠17歲 就會給他們一些獎學金 來讀書, 一邊讀書, 一邊踢球 你也清楚了吧? 這件事應該是吧? 這件事是吧 事不言遲, 不如先說一下 你首先想說一下我們U23的一些球員 沒錯, 為何會先說U23呢? 其實因為U23, 因為我找到的資料是比較多的 這個一定的, 因為越年紀大 越多資料, 越多YouTube影片 看看他的球技是怎樣的 是的, 我就算看U18和U23 我們的龍門, 好像是由O'Hara負責 是的, 其實我們的門將也挺強勁的 有不少的龍門, 都是很好球的 其實O'Hara平時看的表現 都是多一個扣救 其實也少脫手, 但還是有少少這樣的情況 因為始終年紀小, 其實也很正常的 而我相信為什麼O'Hara上陣的機會這麼多 是因為他的表現一直都很穩固 就算他說有犯錯, 也只是幾場 或者很多場才犯一次錯 即是很穩定地, 偶爾犯一次錯 不過今年U23一定有競爭 因為現在大家看到, 左邊那位就叫O'Hara 右手邊這個Cover是去年來的 去年來了不久, 已經開始踢U18 原來今年已經提升了U23 這個龍門挺好球的, 我挺喜歡他 有少少像是迪基亞的 瘦手的, 但高高的 以他的年紀的高, 希望他再增高一點 肯定今年會跟O'Hara競爭這個正選為止 而O'Hara前面的中堅 其實我覺得, 我看過幾場對車路士 阿仙奴對曼城的穩陣度也不高 是呀, 所以我們去年打得不好 他們有時候會可能差一點 明明看到已經... 因為我發現看U18的比賽 你說U23 U23 U23或者U18的比賽 其實也是 都會有一個情況 其實他們的速度也很快 沒錯 他們的比賽節奏也很快 其實有一場對車路士 應該是去年的時候 就被車路士壓迫 但是呢 我們的兩位中堅 Williams和Warren 那場的正選 竟然在後場拆球 然後還要拆給O'Hara 就差點送大禮給對方 嗯 幸好O'Hara有些技術 就可以拆球 OK 我看到Williams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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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on Williams 有跟隊去美國之旅 另外那位是哪位 我聽不到 Sorry 應該是... 等一下 應該是... 但我找... R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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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對 不過這樣 總之 如果U23的中堅配搭 都有幾個 但是呢 對的 我同意Ken 說的 他們都未能夠被人穩陣的感覺 尤其是他們的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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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錯...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會被你踢U23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如果球員上了一隊 就不會再踢U23 但我留意到一件事 Dimitri Mitchell 原來沒有上一隊 他現在還是U23的系列 還是他有沒有借出去呢 我突然想想他有沒有借出去 我都忘記了 總之他不是一隊的名單 Mitri 仍然是U23 在reserve 那裏有Mitri的名字 對 如果借走了 都還在 你看到Bowick Johnson 都在 Sorry Bowick Jackson 所以我都忘記了 有機會再找資料補充 Dimitri 我曾經在季前熱身賽 說過 Dimitri Mitchell 是今年最大機會上一隊的球員 我自己很喜歡他 但我好像印象中他有機會外借了 可能外借了出去 那就沒辦法了 好 有哪位想介紹一下中堅 還是已經去中場呢 說多一點 說多一點 好 左閘右閘 其實你會發現 Mitri Mitchell 和Riley 在比賽上 是不會只是 兩個一起站在閘 一個是會被安排到 打了上去 左閘或右閘 嗯 即是比較主導 是的 但是 例如 對韋斯咸那場 Mitri 就擺了 應該是 左閘 但是 去到第二場 對處應該是 我不知道哪一隊 應該是 應該是 用了Riley 打了右閘 然後Mitri又下去打左閘 嗯 但是 我懷疑是否想訓練他們可以打到逆位 應該是 但是 根據馬聯官方寫 Mitri Position 是寫 對 Mitri其實整條左邊打了 沒錯 你說得對 對 剛剛的季前二身賽 他也有一次被安排打左邊的進攻位置 對 沒錯 他整條左邊打了 其實他是未被定型的 所以都不知道 其實他會打哪些位 因為 誰覺得 通常青年球員都會打到一段時間 對 沒錯 他是有能力的 說真的 我覺得 如果Mitri 我真的忘記了 他有沒有被遷走 但是 如果他沒有被遷走 他上一隊的機會 我就覺得是阻襲 就是說 逆位 其實他真的比較上做到逆位的能力 當然 如果Luxo打得很好的話 他當然不會有機會 如果有什麼失閃的話 其實他有機會上去頂 我覺得 如果他沒有被外借 是 Riley 我找不到她的樣子 Riley 是不是已經離開了 我看到 Tyra Warren 剛才說中間 Max Dunn Luker Econlany Lee O'Connor O'Connor 經常有打的 我記得 George Tanner George Tanner 是打前一點 我不知道為何他擺在後位 Roshan Williams 剛才你所說的 Williams Reagan Poole 這個Poole 有另一位賣民問過我 原來是回來打U23 原來是外借了 另外是 Matthew O'Lo Sandy O'Lo Sandy 我都有見過他 Bowick Jackson Mitchell 所以見不到你剛才所說的歪聊 可能會否已經離開了 或是怎樣 應該是自己離開了 或是已經離開了 不要緊 繼續 後防那裏還有哪裏 想談談 沒有 就是這麼多 因為 老實說 去年 或是現在 後防那裏 我們是比較弱的 所以 都有點擔心 今年於23的戰績 說真的 少許的 的確 而去到中場 我見到有兩位球員 腳法是不錯的 哪位 就是 等一下 我要問一位 這個Williams 應該在 OK Williams 這個 Kelland Williams 對 Evan Hamilton Hamerton 我肯定有去美國之內 Hamerton肯定有去美國之內 但忘記了他有沒有外借 以及有出場的美國之內 應該在 沒有外借 Kelland Williams 我忘記了他有沒有去美國之內 你記得嗎? 好像是沒有 我肯定Hamerton有 還有出場 Kelland Williams可能沒有 因為他不是新人 他應該是去年 應該是 因為我去年也有他 他倆是比較中路的球員 我有沒有記錯 是 通常都是打防衝 另外打防衝 我記得他放在後衛的Tenner Tenner也有防衝 另外還有我有印象 巴勒 巴勒是比較前一點 Aidan巴勒在前面發揮也不錯 嗯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 我會拿這兩位球員出來呢 因為在比賽中 他們是 在後衛可以給到球前面 不會斷攬 少斷攬 然後也當有球員去追他們 或者去壓迫他們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扭到他們 再冷靜去再傳球出來 嗯 那會真的 因為亂扭 然後就斬了球出來 OK 即是說 都能控制到戰局 是嗎 是什麼意思 是的 OK 穩定了我們的中場 穩定了我們的中場 是的 所以變成他們兩個 都比較長期打到我們的正選中場 嗯 但是有時候 還有一個Villard 但是他出場次數是少一點的 通常是用來和Hamilton做輪換 哦 MathyVillard 不過今年外借了 他今年外借了 是的 他有三兄弟 我沒記住 他有三兄弟 另外兩個兄弟 請說 一個是奔菲加 一個是奔菲加 一個是阿仙奴 兩個是阿仙奴 分散了 但本身好像說兩個是阿仙奴 沒錯 其實那個是外借的奔菲加 兩個都是阿仙奴 我們就找到他們三兄弟的其中一個 是 但是Villard 沒有Hamilton或者 Villard Villard 那麼強 扭波都沒有他們的能力那麼好 明白明白 好 這兩位都有機會 因為至少 我記得 Hamilton已經是 有份去美國之旅 不知道摩連盧會不會看到他的長處 對 是的 那我們中層推前一格 就去到AMC 和LVM 這樣 這些位置 比較多轉換 雖然阿仙奔的官方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其實他都是放在MITFILDER 他們通常 會有幾個球員 會調來調去的位置 哪幾個呢 例如Buford 他會有時打一個AMC位 這個我比較少印象 我比較少看他們播放的 請說 然後 如果Buford 他們兩個是會常常調去的 有些比賽 就Buford 打 應該是right meet 有時候Buford 就放回AMC位置 哦 這樣 但是看到他們那個 能力都OK 跟前鋒也做到一些 那些叫one tour 對 配合 是 但是呢 其實這隊的Drew23 之前踢球上去 很多時候都要靠一些 例如Willan Hamilton 有時更加Buford 都會退後 去斬球給Wilson 嗯 即是James Wilson 剛剛我借了阿巴D 那位球員 沒錯 但是呢 變成了Wilson 有時 扔到一顆球上去 就要孤軍作戰 沒錯 獨力難知 始終 因為U23的防守球員 尤其是其他球隊的防守球員 情況都不容易 讓你一個人扭幾個 真是挺難搞的 所以去年我們U23的問題 也有很多 要解決 去年我如果沒有記錯 Callum Gribbins 記得誰嗎 他應該還未上U23 但今年正式上U23 會不會今年他 可能會幫到阿守 在進攻方面 因為他在進攻方面 是不錯的 這位中場人救援 變成了 其實我們的中場 AMC這個位 其實都不少人 因為在工方看到 我們如果AMC的球員 他沒有寫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哪些 Gribbins Golmers Buford 是 都是會打AMC 有時更加可能 會塞多一點 其他球員進去試一下 是 變成了可能 我們兩三年後 看到他們的位置 已經是不同了 有機會 當然 我們都希望他們幾個 在這裏 一兩年之後 大家一起成材上一隊 這個我們最想看到 那時候一定會定位置 我相信 是的 應該會 否則 不然 摩連鎖 11個位置 可以試擺嗎 所以一定會 這個也是 我們為何要有U23 和U18 讓年輕球員 嘗試不同的位置 讓他們練好 才上來 OK 對 然後 然後 到前線 Forest 好 好 暫時還看到 Wilson 是一個隊伍 但他已經是 去了阿巴店 做租者 不是 外者 他會繼續 留在這裏 所以 即使他離開 而去年 我看到比較多的主力比賽 都是用回Wilson去打前鋒 但我們也要說一下 Wilson這個球員 好 Wilson其實 因為 孤軍作戰 當然是困難 加上 他們扔上來的球 未必說是很靈 他們扔上來的球 其實都是可能是 一些右手邊的球 一手扔上去 這樣就讓Wilson自己亂追 打球去哪裡 他就追到去哪裡 但是 有時候 去到一些好死位 都是沒有人上來找他 是 我見過不少場次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 孤軍作戰是真的沒有說錯的 去年來說 今年不同了 老實說 今年多了U18 有幾個升上來之後 剛才我們說的 Column Grimmons Golmans 中仔 這幾個 還有Bohy Bo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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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her Bohy 我還記得 去年的U18 他們都打得不錯 跟Bohy XC選擇 所以 今年 U23這個表演 應該會好過去年 但後防 是仍然 擔心 因為 因為升上來的也不算特別多 你以後半場又不多,中戰場又不多 但本身U23的中堅能力不太穩陣 所以希望攻守我們的武器 總之入球比別人多 總之要 但入球比別人多 就糟糕了 因為我們長場也有很多球 但長場也要到十多球 這就是我們U23的多有趣的情況 但你不要忘記 去年始終是James Wilson孤雲作戰 今年多了支援 所以可能入球的入球能力比去年更加 還有我想跟你說 剛才我所說的Matty Clover 這個守門員 去年打U18的時候 表現真的不錯 所以我們U23可能好像一隊 又要靠盧門神救保住後面 可能是 希望不要是這樣 希望我會出一些自家 好的清分 後方我覺得比較好的就是這兩位 Roshan Williams比較好一點 雖然剛才Ken也說他也有少少掉漏 但相對來說比較好一點 Tenner和Oconnor 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其他幾位我印象中有很多掉漏 絕對不奇 就是這樣 我跟你估計都相似的 Ken U23希望今年可以前面入多些球 後面就算 失球就失少一點 就全靠神龍 這個Cover真是好東西 希望他可以繼續打上去 而且他要大隻一點 他高就要繼續增高 以他現在的年齡就算是高 我猜他還可以增高 但最重要是要更多吃東西 更大隻一點 因為他現在來說很瘦 是 然後就到我們 我們一直都有說的中山 中仔 原來他叫中的 其實他的能力一直都有看 而今年的美國資料也有去 我記得來說是93分鐘 是 所以他的盤樓 其實大家都看過 其實他的傳宗各方面 都可以接受 嗯 就算他說他自己在中間 他都不會一尾死樓去到禁區頂 就亂射的 通常去到中間禁區頂位置 就開始做分波 分去左右邊 或者直接給我們的正前鋒 去做一些射門 嗯 那變成了萬聯 至少在中間有個連結到 我們的防守中場和我們的前線 是 而且他和Gomas 在去年已經建立了一定程度上的默契 希望今年 第一件事 Gomas不要傷那麼多 因為去年Gomas 所以今年的U23 我想進攻的骨幹 我相信他們都會是頗主要的 是 而我們講到Angelo Gomez 其實他是比較技術型的球員 在哪裏都可以 即是 中仔就給Angelo Gomez 然後再給我們現在外借的Wilson 盡量一次進攻 即是大約是在禁區頂附近 然後John先生就給Angelo Gomez 再去Wilson 看看如何 就會由Wilson再決定 會不會再斬 但今年沒有Wilson 沒有辦法 我相信第二位前鋒也要這樣做 鮑威應該是鮑胡 即是BOHI 我記得是去年的前鋒 Burkett是左邊還是右邊的邊線球員 所以我猜今年應該是鮑威打前鋒 還有 其實Colin Gritman 我記憶中都可以打前一點 看看如何 好像是可以的 還有 中仔可以跟Gomas 有時看到比賽都是掉了位 是的 中仔有時打過正前鋒 相對來說是少一點 而且他也是速度 和福仔有少少相似 就是打邊線的威力較大 我剛才所說的 大約是8月10日的事 應該是一場 OK 應該是早幾天 因為我看這場 是2018年8月10日 是嗎? 10日 因為我們一隊打李斯特成 那場是U隊 做一個鐘頭踢 沒錯 這是剛才所說的 所以還有Wilson 所以還有Wilson 因為他還未離開 明白明白 OK 但接下來未必 原來是這樣 不好意思 我有少少誤會了 是的 咦 U23是否差不多 是的 咦 可能要分三節 因為時間差不多半小時 不如這樣 我們停了這一節 下一節就說U18 再看看是否需要開第三節 好嗎?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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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t 謝謝你 Ken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